近两年中国电影市场迅速发展 越来越多优秀作品涌现 除了演员精湛的演技外 幕后工作者们更是书写传奇的作者 11月3日第五届汉米尔队幕后英雄盛典 在上海龙中举办 吸引演艺圈以众大咖前来助阵 共同见证华语电影界的幕后传奇 实力演员黄轩 王千元 冯绍峰 袁珊珊 王祖兰 刘亮小生 刘浩然 当红小花旦 张慧文 春夏等群星现身红毯星光翼翼 看着明星们台前光鲜亮丽的样子 在剧组里也是同样很辛苦的 但说到幕后英雄们 那艰苦可是比明星多得多 王轩现场跟我们分享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着实有些心酸呢 是有时候拍到一些动作片 很多武术演员 影行或者是替身 他们真的是在搏命 对 以前我拍一个电影叫《非凡任务》 然后我的那个替身 就是因为替我去挡一个车的 一个撞过来的镜头 摔得头上黄了十几针 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非常不容易 就是拍完大家都是抱头痛哭的 万中期待的《狼牙榜2》 远看着就要上映了 新加入的张慧文与刘浩然 更是令不少人期待满满 就是有句话叫有压力才有动力 而且呢就是是完全的一个全新的故事 而且里面也增加了我和刘浩然的那条感情线吧 刘浩然其实跟我年龄其实没有代沟吧 就我俩其实都是90后 所以就是合作起来还是蛮轻松的 看着小妮子这么自信 想必一定不会让人失望 不过接下来张慧文准备拓宽自己的演艺风格 尝试下喜剧什么的也是真够放飞自我了 接下来可能会拍喜剧 然后或者是拍一些悬疑 然后会跟一些不同的好的导演合作 喜剧的话是有什么 自己抖这个抖还是 就是天生就是抖包袱的类型 没有没有 就是比较有那种放得开的吧 一直忙着拍戏的刘浩然 带着新作品《唐人街探案》前来 即第一部收获高票房之后 第二部同样是非常精彩哦 我电影《唐人街探案2》是刚刚 杀青对 刚刚结束 然后 对对对 然后这个第一部相比上次有的话感觉吗 因为我们电影《唐人街探案》 就是这次是在美国在纽约 其实相比于一 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升级 因为它的整个制作的场景啊 然后包括所有导演啊 演员的成熟度 我觉得都比一高很多 我觉得希望还是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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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